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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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宫也是空宫 都没有主星 什么都没有主星 很多人都问说 没有主星是代表不好 不是这样的概念 我一直在告诉各位 没有主星要看对宫 对不对 所以你看对宫 每一个夫妻宫的对宫 都是事业宫 连针贪狼 是 在事业宫 对不对 然后阅历的事业宫 就是太阳天良 太阳天良 那我们做个比喻好了 就是说夫妻宫跟事业宫 这两个宫位 加起来是一百分 但是现在他们的分数 都跑到事业宫去了 所以就没有夫妻宫 那我要抛弃我的事业 不是 那夫妻宫 他的分数就低了 对不对 只剩五十 所以五十都不到 五十都不到 也就是说 每当事业跟婚姻 有冲突的时候 他们会宁可选择事业 是这个比重 这是人生的选择题 比如说 假设跟你们一样的空宫 但是他今天没有事业 于是他只想要找到一张 长期饭票 他会不会嫁得掉 会 他就会嫁得掉 因为对他而言 他的事业宫就是找对老公 我们没有focus 我们没有focus 所以这时候就是 事业越成功的人 在婚姻中 是不是就越不如意 所以这就是 天下是有一臂就有一利 没错 有道理 我们从命盘的角度出发 我们看一下 你看比如说 夫妻宫有天同心 两位都没有了 天同其实是浪漫主义 要谈恋爱 一定要先有浪漫的想法 太过现实的人 务实的人 是不是就不容易谈恋爱 我嫁他干嘛 我为什么要嫁他 结婚的目的是什么 想太多 很清楚 可是天同 我就要享受爱情的感觉 恋爱的感觉一旦没了 进入婚姻我会怕 可是在爱情里的时候 我永远会被对方 当作第一名 永远把你捧在掌心 所以天同这样的浪漫主义 就是我宁可谈恋爱 但是不要进入婚姻 再来 连针 其实秀妍是有的 我有在这里 只是你落到了事业宫里 连针这颗心 被称为事业主 就是他是做事情太认真 所以放到事业宫 是不是好事 可是放到夫妻宫 对感情太认真 他就容易什么 谈恋爱很容易 因为谈恋爱认真很棒 婚姻认真就很难 原因是什么 有时候越认真 对方就压力越大 没错 压力越大 他就觉得 你干嘛不放松一点 可是连针就有放轻松 就不叫谈恋爱了 就不叫婚姻了 所以往往就会 做事业就比做婚姻 要来得强 所以我的位置是对的 乖 是 人生没有好坏 而是什么 你的心态接不接受 有的人会 老是看自己缺陷的部分 我夫妻宫没主心了 天天念这个问题 可是没想到 夫妻宫没主心 我事业功很强 所以我们的心态是 如何接受 现在我有的 而如果我的缺陷 我想要去改变它 那我是不是要强迫自己 先做出改变 所以像连针 这就是刚刚提到的 落到夫妻宫 其实 比较辛苦 太认真了 而贪狼 你又有了 我又有 真的耶 贪狼我在父母宫 所以如果你看 你把这个命盘倒过来 你的连针贪狼 都落到夫妻宫 你没事业 可是婚姻很美满 如果你现在 到了这个年纪 回头看 你会喜欢哪一种命 当然是现在这个命 事业命 你看我还是用你的命盘来讲 你的命宫就是 紫围破君 看到没有 看到了 紫围破君 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因为紫围是帝王之心 破君又是属于一个 你看你到处飞到处跑 哪个老公受得了 是不是 可是如果我们刚刚讲 把他反过来 对宫 变成的是天相在命宫 在这边 这时候连针贪狼 就都进入到夫妻宫去了 所以天相就会成为 帮夫运很强了 可是紫破 却会变成是克夫的 两个概念就变得不一样了 紫围破君是克夫命 因为你太强了 所以的克夫就你太强了 老公怎么受得了 对不对 还好你没起我 秀允姐你这张命盘 如果你是男的话 就不得了了是不是 那传统的说法 这个男生 当然 你懂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古时候 不准女生有事业的时候 就把这个女生 进猪笼了 关起来了 没错 是不是 但是他其实是破君 只破的命 但是从现代人来看 你这张命盘就很快乐了 很舒服了 所以你看第一名 这个贪狼 为什么你也有 贪狼其实桃花的缘分很强 可是你把桃花都拿来当事业 事业散出去了 对不对 因为桃花就是人缘 他很爱交朋友 很会交朋友 人缘很好 但是他不把他当作之后 为什么 因为贪狼热爱自由 我一结婚 就只能对那个死家伙 其他的都不行了 甚至他因为害怕 他可能把你限制住了 那你怎么受得了 老师你是知音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命盘产生的 而所谓的快乐跟不快乐 坦白说就是 我接受我的命盘 我接受他的加分的部分 我要接受他缺陷的部分 这才会快乐 那阅历的夫妻公是怎么回事 太阳跟天亮 太阴本身比较惊 要求完美 注重细节 所以我必须说了 他不是在谈恋爱 他是在雕塑恋爱 他是在找对象 可是他告诉自己 不行 我如果说找对象的话 麻烦了 万一不对的话 退不了货 可是他真的要进入到那个爱情 他也进不去 所以他才会讲 他跟每个男 以前男朋友都当好朋友 对 我的朋友 男朋友都也是 后来也是好朋友 他们都结婚了 交朋友阶段 跟我家属之后 他们都跑去结婚了 就自己心里面暗示 打叉打叉打叉 扣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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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自己就跑走了 那他们都去结婚了 就是找到一个更新的 因为爱情就是着了火的友情 有时候要义无反顾 可是他做不到 好有道理 着了火的友情 哎呦 哎呦 好恐怖 不要被火分身就好了 对啊 不要被火分身 小心一点就好了 谢谢老师 老师那你再听听看 问一下 先教一下 张胜叔老师 哪些指挥命格的人 会是恋爱脑 我们看 所谓的恋爱脑 其实就是渴望爱情的人 那么在紫薇斗树的命盘里面 你看他有这样一个夫妻宫 其实夫妻宫 这个字有点不对 它应该叫感情宫 感情宫 因为感情跟婚姻是两件事 对 夫妻宫指的是一个人的感情模式 而不是他的婚姻模式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观念 因此今天上榜的这些 如果从传统的角度 就是属于太渴望爱情 但是就不适合婚姻了 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那这样怎么办 可是这是人生很难的一个问题 要勇敢地追求爱 就不要结婚 不然叫你们这么悲观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 你喜欢的人可能不适合当老公 适合当老公的人 没办法在一起 所以喜欢适合在一起 这三个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所以我们看第一个 夫妻宫有 莲真心 夫妻宫 我管你看看 有 哪啊 在其他地方 在对宫 在对宫 对宫就算了 算了 你这样就算了 这样是什么老师 恋爱脑 是啊 你不觉得你的脑 很像恋爱的样在发光 金公穿穿棍 就是老师说的很爱恋爱 但是又不能结婚的那种 为什么 莲真这颗心 传统称为事业主 非常喜欢在事业宫 所以他是在事业宫 没错 对 但是事业宫跟夫妻宫 两个宫位又是互相在对宫 所以你也是算上榜的 对 那么既然是事业主 很简单 很容易把感情 看成事业在经营 于是他就会发生一个问题 对感情太投入的时候 就会过度认真 会给对方很大压力 是 老师你讲的好准 是 不然是坐这边坐那么久 我们老师 我对不起 我又多话了 没有问题 妈妈以后不会了 妈姐包讲不一样 跟朵莹你讲师不一样 你可以再多讲几次 没关系 老师你好准 你看棒吧 可是你看 莲珍这颗心在感情里面 就容易跪远见近 因为我们讲 远来的和尚会念经 每天在旁边的人 就容易看到他的缺点 而莲珍因为又太霸道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颗心 在感情宫里就很像那种霸道女总裁 嫁道那种感觉 所以太强的男人 不喜欢跟你在一起 太弱的男人你又看不上 这其实就是莲珍这一颗心 他很渴望爱情 但是他要进入婚姻 难度就会特别高 对 对 有啦 他现在他运气他碰到 他现在这个就 攀驴邓小鲜 很棒啊 是不是 我觉得是很 就是 刚好我们两个个性很合 然后男朋友又很愿意包容我 可是你看 我刚刚说 这些是在传统的看法里面 是不可以的 传统看法怎么可以 只在一起不结婚呢 对 对不对 但是现代是不是就自由 又多元了 所以活在现在 你这张面盘就变很快乐了 是 再来第二个 又是你 坍狼 真的 就在夫妻宫 超级恋爱的 对 坍狼是大桃花星 你看你的桃花有多旺 对啊 到这个年纪了 你看 所有人看你是不是桃花 还是都过来 到这个年纪了 你又听到 老师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正想要把腿伸出来 你就说到这个年纪了 害我又把它伸回来 你以为你都十六岁 现在十八了 对不对 不对 不是 好 十七岁半 你看再说下去的话 都讲不下去了 对 老师 你说的都对 其实坍狼心就是 也是像笃灵一样 有一点外貌协会 是 没错 而且因为异性缘很强 所以相对来讲 男人也比较容易担心 所以在古时候 会把坍狼这颗心 称为什么 清楼宴祭 为什么 古人女人出嫁重夫 第一个你这个就受不了了 第二个 从一而终也很累 对不对 可是清楼宴祭的概念是什么 我可以交往很多朋友 为什么不行 所以以前贪狼会称为 比如说风神榜里的打己心 打己 妖姬 所以以前认为皇后不可以是这颗 可是外面的妖姬就很适合这一颗 对 老师你这样形容她 她也说对 她也是不好 当然是好 好险 我们又生在古代 对 不然你看光这两颗心 就现代 凹一个造型 对 所以你看这两颗心在一起 在古代女生只有一个好 其他都不好 就是苦命了 你知道一个好的是谁吗 武则天 对嘛 你看看 她事业很成功 于是她就可以养很多面熟 她可以学男人一样 但是其他的女生 是这样的话就被进猪笼了 你看看 对嘛 对吧 所以生在现代多好 对啊 可是这些是不是在传统来讲 就不适合婚姻 但是很渴望恋爱 对 再来 第一个是天童心 你没有 我们两颗都有 不用再有了 你也没有 我也没有 师姐你也没有 好 听 没有 天童这一颗心 在古时候的说法 它也不适合当老婆 但是它适合当小老婆 没有 可是各位要注意 我们有一个 心里是天童 但是我们各位要注意 这个观念还是错误的 所以不要被骗的 很多人去算命 算命是说 我告诉你 这个叫偏房仕妾 古书写的 可是这句话是错的 因为古人可以三妻四妾 所以古人认为 当大老婆的 最好是那种很端正的 但是这样的老婆不谈恋爱 没有恋爱脑 为什么 他要管家 而小老婆则是只恋爱 但是不会去夺家产的 天童就是属于柔情 所以他适合当小 不适合当大 当大会被干掉 为什么 因为小的会去夺他 了解 所以在古人来讲 其实有他的道理跟原因 可是现代一夫一妻制 这样的说法叫小三命 完全错误 我再讲一遍 不要被骗 可是这样的人 是不是在婚姻中 容易不平等 不平等意思是什么 他太柔了 现在是不是死会活标的很多 外面来抢的人很多 他可能就会抢不过 因此害怕 干脆不要了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在 所以以前的人说 男人要找天童是享受柔情 但是不需要让他去管家 因为管家容易被欺负 这些都是我们讲 从紫围斗数几百年前 观念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解释要与时俱进 用现代观念来解读才对